在山越越高水越越深的星骸爭霸裡 誰能夠成為台灣星骸的霸主呢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2014年到2015年 超級聯賽星骸爭霸和項目的比賽 我是今天的主播 久美翁駿駿駿駛 身邊一樣的新聞各位邀請到的是 對 今天一個對戰組可以說非常精彩 三個種族都出現了 好不容易難得看到我們三個種族 齊聚一堂 對 同一天出現 很常看到只有一個種族的 對 整天都這種 Z.Z.Z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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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我們今天可以看到我們的能力和神組 不然我們之前都說什麼 今天什麼比賽 我們來看看A組的一個戰績 2勝0敗 AK 2勝1敗 如飲 1勝0敗 Check 0勝1敗 Daddy 0勝1敗 Chitos 0勝2敗 在B組的部分 那我們來看一下B組的戰績 B組的戰績 Sam目前是3勝0敗 Hes 2勝0敗 Slam 2勝2敗 Vanilla 1勝2敗 Fist 1勝3敗 Husky 0勝2敗 Husky今天看有沒有機會開虎過 他對手是Hes 所以其實也是一個硬仗 對 人類選手好像都要好好加油 我們還有Vania & Husky 這個成功不是很好 不過這邊好好加油 是個帥哥 這個畫面中就是我們新的這個賽季 第二位人類選手Husky小郎 據聞聽說身高跟我差不多 哇 那不就是大概165啊 身高跟我差不多 大概180 好 他真的180 他真的180 我沒有 我覺得他應該超過180多一點點 他還在長 還在成長 他才17歲而已 對 因為其實很多男生可能會發育到22 23歲 而且前面講到常常同一天都是 就是之前上個賽季上都是同一個種族 那有個笑話就是 欸今天星海什麼種族 然後對方那會說 ZZ ZZ 我說你不要不理我嘛 幹嘛ZZZZZZZ 而且還要用打字 對啊 你不要睡了嘛 不要ZZZZ 到底是什麼種族啊 ZZZZ 後來又絕交啊 哈哈 生氣 問個種族也不跟我講 有必要這麼隱瞞嗎 我難得想關心心涵 你給我在這邊ZZZZ 我氣死了 就是四個重族不好意思 Z是我們重族Zerg的縮寫 好的那待會兩位選手對戰 那這個是 不是ZZZZ 這個是神族對人類 對 竟然沒看到重族 而且是神人對決啊 我們講人神共憤的對戰 你很難得要看了 真的是 對 三百年沒看過的對戰組了 對 看不到人神共憤都要人神共憤 上次我轉播到人神的對決 說不定還是從我 有這麼久嗎 好多年前啊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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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me ago 我記得上次播到那個時候 你好也才60公斤 那不就是現在嗎 就現在是不是 那不就現在嗎 您真敢說 哥的一個身材保持得可以說是 是啊 始終都是不錯 始終都是一個標準的 標準的一個 B&I 18的一個身材 B&I 180 那大概是妥原型 好啦第一張地圖 四中研究戰這邊 雙毛選手已經準備要進入比賽了 那 我們 我想眾所期待的還是 Husky有沒有機會來開虎 因為 畢竟這個聯賽他才剛新的選手啊 那第一場獲勝對戰選手很重要 你是不是看到什麼東西出去啊 你不要這麼殘忍嗎 我們快速介紹完點位了 來 在畫面中 右下角的紅色神竹選手 五點鐘 人類人類 人類選手Husky Py Spider的Husky 那在11點 藍色的神竹選手 來自由於閃亮的黑石 一開場農民就出去 這絕對不是探路啊 對 絕對不是什麼 不小心拉出門之類的 這一定是有什麼想法 我們來看一下 是應該是野兵營啦 我們來看野一個 還是野兩個 這個會不會是針對Husky 因為其實現在人類的開局 基本上都是單兵營獨口開 那會 直接走裡面喔 這有點帶種喔 直接進去喔 這個直接進去 這個直接 這個就表示他建築房裡面 緊張到我都破音了 對啊 你不講我 我也會發現你破音了 有很多都聽得出來 這個直接就塞裡面 那這個雙兵營的機率很高喔 哎呀 結果第一個步驟還放在家裡面 對 到底 這該不會他剛好裸霜什麼 來... 往左邊繞 一個繩繞優勢就出來了 一個左轉優勢就出來了 一個左邊 來... 你... 稍微翻槍倒櫃一下 來 左轉 有沒有突然想運動的感覺 對 左邊看一下 對 左邊看一下 來 左三圈 右三圈 屁股扭扭 脖子扭扭 唱得最多 完了... 完了 要去揉二框啊 差字好理 四字千里 你要還下去看這樣 下去看也是看不到的 還下去看 但是不知道 這個就是跑去隔壁家說 你有看到壞人在你們家嗎 他說沒有啊沒有啊 都沒看到 都在自己家裡面啊 對啊 戴著眼鏡說 你有看到我的眼鏡嗎 你有看到我的眼鏡嗎 就在你臉上啊 就在你臉上啊 完了完了 這個還要超小心 這個我都繞過了 絕對不可能放招 這要崩潰啦 不過這是一個單品 看來黑師遇到我也不敢放招嘛 不過 你堂堂啊 前賽季第三名的選手 第二 第二的選手 看到我還不是放招 對什麼台灣神帝 哥從來沒在 但你用打贏嗎 對 這不重要 對 完了 要等兩隻 這個好像是 要等兩隻 應該出得來 卡住尷尬 沒有辦法 這有位置 這卡住真的就是 黑師三圍全 這個全台灣最會放招的選手 絕對不可能放這種 有沒意識到 看到你家的傳送門 喔 來了 不過剛好一個死神 剛好死神出來的一個 臺命點掌握得非常非常好 但是這個採礦了 採礦的節奏 基本上還是 直接炸掉補第二隻 對 還是會被大幅的影響 對 這個會被跳到滿兇的 來 攻兵回去 這補給站怎麼被點掉 人要卡人口啊 對 這個怒漢 這樣子滑手啊 硬A 硬A BG 對 硬A掉 但是這個尷尬 攻兵 我記得傳送門的血量很多啊 對 傳送門的血量很多 好 來 攻兵 來 哇 這邊人類都不及站 卡人口的情況下 農民又營運了一個停板 有點尷尬 卡人口 很卡 有夠卡 還雕堡還放門口 哇 嘴裂啊 這個要拉攻兵了 要拉攻兵來守了 進去 好 有了有 這是尷尬在門口啊 這個要拉攻兵來卡這個嘴裂 不然你真的沒辦法 但是 來 攻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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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卡 神卡 神沒卡 神卡 哎呀 卡不到 尷尬 卡不到差不多就是要拒絕 第二隻嘴裂出來你可能就要 好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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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那個比較 這個一定沒玩過魔獸 魔獸針霸 這個魔獸針霸的選手就很會卡 哈斯基 哈斯基才19歲 他怎麼玩過魔獸針霸 他怎麼玩過魔獸針霸 他有針霸呢 他有針霸呢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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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那個嘴裂卡得不錯 有卡到一隻嘴裂 卡到了 卡到了 但是這邊人口數可以看到 對 還要被操作 好一個貼臉 單挑 打GG 沒想到這邊哈斯基還是沒能發現 黑石這個意圖 率先拿一下GG 恭喜黑石率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獲勝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答 好的那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心海爭霸的現場 那在想一想比賽當中 黑石是用一個野蔽的戰術 快速的拿下第一場比賽的獲勝 哈斯基這邊很可惜 沒有發現 對 我覺得這第一回合真的是 到處都尋 外面都繞片了 對 結果就在自己家裡面 最重要的地方 反個沒繞 對 這真的是很尷尬的一件事情 養老鼠咬布袋 就不知道養在家裡 對 這個 真的有點可惜 我剛才結束了 他有無奈的時候 小雅還沒想到 我還特別在外面繞半天 結果 對 主要是沒發現喔 我剛才在想說一旦 等到他一隻狂戰士 兩隻狂戰士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已經非常難守了 對 而且就是在自己家裡面 是第一時間 好的 瑪莎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7點 7點鐘方向的 藍色神族選手 來自 猶豫閃電狼的 Hex 對手呢 則是在畫面中 1點鐘方向的 藍色人類選手 來自 White Spider的 Husky 這邊Husky要加油囉 因為目前Hex 1比0的領先已經聽牌了 使用地圖是 滅絕之一 有一個鞋對點 鞋對點的一個對決 這張地圖因為 來看一下 因為張地圖其實是 會有三個點位的可能性 所以其實放招的距離就低很多 因為你低一點 不一定會尋到對方 對 其實我剛好 昨天禮拜五在跟灰轉過的時候 應該是 乳印 乳印在這張圖 他在尋點位的時候 是從鞋對點開始尋 對 尋到之後 對手就很困惑 開始去尋自己的近點 然後就發現不是那裡 對結果是 有的選手 因為這張地圖 近的是垂直近點 那有些人會想說 直接尋遠的 對 然後再回來繞近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斜對點尋到的話 你會有效的 讓對方困惑 就可能騙到對方 讓對方去尋一個冤枉的點 對 好的 那這一邊 最長黑石 看起來是正常的 放下一個傳送門才出門 這邊的話來看一下 那 Husky是 兵銀 其實之前我也想過這個問題 就是到底先尋哪邊 是來的比較 是來的比較好的 其實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其實老實講 你先尋遠的 再尋近的 再回來 其實也是一個三角形 你先尋近的 再尋遠的 再回來也是一個三角形 重點就是你先尋遠的 如果你沒尋到 那還是尷尬 那你就會繞回來 可是其實這樣子繞回來 距離都是一樣 就是都是三角形沒錯 只是尋遠的優點 是可以騙到對方 讓對方去尋近的 只是因為你也不知道 對方位置 所以你可能是騙到自己 所以有一陣子 大概在自由自一末期 有一陣子 我記得有些選手 喜歡尋 故意尋遠的 後來又回覆到尋近了 但是這個其實差異沒有到很大 其實差異並不大 因為這個老實講就是運氣運氣 有時候你先尋遠的 像剛剛那個酒店講的 也是會騙到對手 對 這邊有一個是農民到右下角 這是要藏東西嗎 稍微 還是這是尋 應該是去尋的 去尋 怎麼感覺有點繞 還是 那個路徑 不是直接走下去的 他可能後來想說 有沒有要演拚 他也繞太遠了吧 他繞了一個 對 他先在旁邊看了一下 有沒有演拚 沒有然後再繞去近點去學 對 所以稍微繞了一下 好 不過家裡面是一個開礦 對 這邊人類二礦開出來 那黑石也是開礦的 這邊雙方都把自己的第二片礦區開出來 對 今天全部都是台灣小將 那也是由於閃亮對Spider 對 懷疑Spider的一個對決 對 四位學友都是台灣小將 我們剛剛順便來看一下 那這邊的話 尋到二礦 這樣子的話 雙方都在二礦的情況下 就來看 誰會先來撤動第一波的一個騷擾 能不能逃掉 能不能 剛剛早一點彎 搞不好就拷掉了 對 第一時間沒有彎 一個巴庫 這邊他自己家中放下二氣 開始要攀升科技 對 打的是完全的一個 最典型的人類的 人打神的一個開局 單兵營開二礦之後 放下三兵營 等下雙爛 那黑石這邊只是走一個星際之門 當然要空軍線包括偵察 同時來做一點的騷擾 對 來看黑石會不會使用 他最近又開始玩他的飾風流了 居上鳳凰的一個戰術 那等一下來看一下 電擊工程所 那我們可以注意到在地圖 小地圖左上角這邊 對 這個剛剛有一隻農民躲在這裡 可以放一個前置水晶 看會不會來 放些有的沒的建築物 不過家裡邊因為飛機場已經放了 距離就比較低 這邊可以誇 雙方這樣目前看起來工兵的數量 23比29 其實工兵領先 生豬看起來存了不少加速 對 這邊 先知 果然還是先用先知來 第一時間抓人類的一個 防守的一個漏洞來殺農民 來賺工兵 說不定還有真影的一個工人 對 如果先知第一時間真的有繞過陸戰隊的話 其實是可以有機會殺到五到六隻農民 喔這個在尋 會尋到農民嗎 會尋到農民喔 家裡邊的話今天知道場 不會尋到 會不會一個神左轉 感覺比較難 這個 這一回我看得出來很小心 非常 其實上一回也小心 他就一小塊地方沒尋到 對 就自己家裡也沒尋到 對 就在那裡 唉唉唉唉唉唉 眼力不夠好 沒做雷射 一格就可以看到 對 唉唉唉 進去家裡面好像還沒有對用砲台喔 還沒有 還沒有 對應該只靠路轉 有機箱兵 對那機箱兵是拉在礦區的 對 不過這樣的話二礦呢 二礦 還是我覺得它其實很 這樣二礦會有點危險 對其實二礦有飛彈砲台 對 但是二礦沒有飛彈砲台 也沽不住礦區 在我覺得冰冰九郎的地方 其實還是可以賺一點農民 對來看一下機箱兵 機箱兵在裡面 來 唉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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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唉唉唉唉唉,被剪掉 那隻隻要命要死了 那隻工兵 工兵也死了 欸欸欸 尋到了 巧遇 要你看你在這 反應也是蠻快的 轉角遇到工兵 這邊雙方都這個 其實這個先知鍵殺的沒有很多 還可以 這個人類還可以接受 對 一隻先知換兩隻的工兵 一隻隻要命還可以接受 我們可以看到神族走機械研究所 這邊也是要先出巨像 不過看起來沒有再出鳳凰 所以他走著應該是 先把巨像攀出來之後 再看他的一個戰術 這邊又殺了三隻農民 這邊是 已經損失了六隻的工兵 這邊要稍微小心一點 畢竟已經知道對手的意圖 而且都看到鳳凰了 我現在還是要 小心要帶給這個好彈 目光議會 這邊果然還是要補一點地面的科技線 然後讓包括巨像領軍的 神族的一個綜合部隊來慢慢呈醒 對 這邊放下三礦 我哈斯基這個打的 打一個超級大後期 不過其實我對於哈斯基這位選手 以目前兩週的一個表現 下來我覺得他的一個後期的表現 差強人意 對 他在打重組一個中 喔唷 這個反應慢了 對 觀察者應該被點掉 對 不小心走到地雷區 嗯 這邊兩船的空中 剛剛說被提到啦 就是哈斯基在打重組的一些中後期 包括一個暴兵能力 包括一個陣型第一時間散兵 或者是去躲獨暴 躲龍狗 其實表現上面可能都還有可以進步的地方 對 好 進來緊 唉唉唉唉 抓掉 然後點掉還可以 點掉那還可以 所以那兩隻公兵就不算什麼 不過那邊把正在蓋建築物的農民點掉 這個哈斯基要記得嘛 農民再拉回去繼續蓋 對 不然建築怎麼沒好 應該蓋好了 怎麼沒蓋好 奇怪怎麼沒蓋好 跟和氏一樣永遠蓋不好 對 一輩子都蓋不好 欸 公兵要說要四季四季 他不算還可以 他硬頭但是立刻 要戴起來了 想要硬點VR嗎 欸 這個有點太衝啦 這樣子反而自己送了超過 再來一船的兵 送掉一船的兵 而且因為是加速空投的喔 他是加速的時候來丟 因為其實他往左飛被看到 他如果第一時間 第一時間就直接丟 看有沒有機會把那個VR點掉 有點困難 畢竟血量蠻多的 其實反應也是相當迅速 這邊看工坊的部分 一攻 兩邊都一攻 好 這個三礦被哈斯基偵查到 現在來做攻守 不會巨像馬上來做回首 點不掉 點不掉 巨像的數量 這邊看得出來 黑斯這邊很偷齁 其實他真的沒什麼部隊 仰賴就大光不滿少量的巨像 哨兵來做防守 但也因為剛剛哈斯基自己開三礦 所以哈斯基地面部隊的數量 現在出門的話其實也沒有到非常多 對 開局的一個戰術選擇 那以一個前期雙方互相的騷腦來說 感覺黑斯還是稍微多賺一點點 他先之劍剛剛還是有殺到一些東西 應該說兩邊球都沒有賺到的情況底下 其實對於神主來講後期 對 還是來的 尤其是如果 其實比片就是操作 那人類的操作確實是比較困難 嗯 那現在的工兵數量 哈斯基補很快 56比5D 哈斯基反而領先 能不能抓到這隻 有沒有一個神眼力 這個讓我想到 當年的軟球 這個一個 這個應該是可以抓到的 欸欸欸 一個雷 他就在頭上飛 他是這樣跟著你太容易抓了吧 欸 就沒抓到 欸 他是故意給你看的啊 難道是故意給你看實際上 你心機有這麼重嗎 其實老實講這些部隊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讓你假裝 讓你以為我要錢 其實沒有 其實沒有 我家裡是在轉低的 欸 完了 他剛剛是被一堵空投 哇 他部隊一直沒有在 完了完了 那應該是被看到 哇 這一個雙線空投 哈斯已經預先拉兵來做防守 他開始控爆了 這個真的太明顯 明顯哥 那個OB 欸欸欸欸欸 欸欸 哎呀 他幹嘛操作點掉醫療體 他幹嘛操作點掉醫療體 硬點VR 可以輕微 可以可以 可以點掉可以點掉 這應該是一個雙線 另外一線被守住了 好 點掉機械製造場的話 有點損失 但是還可以接受 哇 可是這一船的空投被守 那是三線嗎 對 應該是三線 三線沒後 那是三線其中兩線的部隊都死掉 情況下人類也是付出了一些代價 對 應該 因為他的三線都是被看光光的喔 就是個OB還活著啊 對 人口是好有 立場有動耶 立場有動 已經被鑽出去了 人口Husky還領先喔 還好立場有動 還立場沒動的話 這個應該都不得了死光 你要是一個死光 可能就反推了喔 Husky這邊工兵補了有點 有點太豪邁啦 工兵現在數字70 這樣子 看一下Husky的爆兵能力 能不能夠有效率的 把資源花完 對 家裡面開始轉 尾巾戰機 下面是雙飛機場在產 在補兵營喔 在補兵喔 這個資源可能要爆了 對 這邊的話 兵營的數量也在努力補啦 怎麼我目前這邊看到兵營是要 喔有有 對 來到八個 這邊就八個 再補起來就八個 還可以三況八兵營 雙飛機場在產兵喔 人口數領先二十幾 正面應該是要給壓力囉 但是Husky的一個隱憂就是 他的觀察者一直沒有抓到 神之國觀察者 等於是自己整個副隊動向都被掌握 對 現在觀察者好像已經消失了 對 當他二況口還 三況口還一直 對 現在再三況口還一直 不過現在部隊出門 起碼沒有被跟著看 沒有被看過 那其實也不是說你玩人類選手 你的眼力 抓觀察者眼力一定要那麼好 但是有些已經打到一個中後期 有些人是一出門 他不管什麼就是少一把 對 還是要先 還是就部隊 正面部隊 這個是帶閃追 為什麼不打 對 怎麼不打 這個部隊很明顯是可以逼他 就是 不過他可能不想打 他自己人覺得自己陣型不夠好嗎 對 人口 等一下 後面那一坨工兵 工兵 三況哲學流 三況大量工兵 A上來 來了來了來了 這邊有兩把 兩把幽靈風發 不過這個還沒好 還沒好 有機會 三巨像 來 正面來 正面拉扯工兵 工兵不要送啊 工兵這個 這個工兵說要有夠多 集結好再拖 這工兵怎麼這麼一點點送回來 對 來 這個三況 三況A波 這個其實讓人有點訝異 不過沒關係不管如何 我們現在看能不能A得下來 維基戰機很多 全具體地下 對 維基戰機很多硬打 來 但是這邊後面不都要跟上 不然其實維基戰機會外面 產線好了 但是這邊哈斯基家中也 兩把電到心坎裡 但是其實 但是電到心坎裡這還是不夠多 對 因為其實它幽靈風發不夠多 對 不過巨像 巨像還有兩隻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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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基呢 維基好像只剩兩隻 是不是只剩一隻 維基大人 立場放得不錯 情況下哈斯基的部隊 有沒有辦法打進去 維基戰機還在點 維基戰機還在點 等一下一直點到兩隻 人口數直直落 人口數差了 其實人口數沒了 因為家中同時 哈斯基家中同時 也被穿過在戰士 那家公兵都出門了 老實講這波打不下來 也沒有救了 也不給自己退路 對 家裡面直接一個爆炸 有點高妙 我不確定他是被迫 拉所有的公兵出來 還是 對 因為剛剛畫面沒有帶到 不知道是被迫拉出來 還是他原本就這樣打 對 這個 可是我覺得原本太鬼 因為三框 老實講三框的這一波 遇到這個 這一波帶出來打GG 好 好的 恭喜HATS最後 第二場比賽也拿下 今天的比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馬上回來 好的 各位歡迎回到超級聯賽的現場 接下來各位帶來是今天的第二場對決 就是一個蟲竹內戰 牛畫面中 左邊的Fist 華麗斯牌的Fist 對象 來自由於閃電的Slan 就是一個蟲竹內戰 兩位選手 我覺得 Fist 算是後期之秀 兩位選手 我覺得Slan相當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對 Slan 也算是一個 也算是老選手的 使用力圖 Merry go round 環形樂園 那Slan之前有一陣子是去當 是去 服兵役喔 那回來之後 其實感覺實力還是非常好 不過還好啦 他服兵役也沒多久的時間 對 對 我這邊來 等一下來聊一下上一場比賽 我把RP看完了 我先回去看 戰鬥錄像 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對 上一場 對 為什麼會拖 他是不是被迫 是被迫的呢 還是他自己想的拉 對 結果 答案其實想的 結果不是被迫的 他就是 他這個工兵都拉出來了 那個時間點他的人口 是領先大概30的 對 他是滿人口 對 他188的人口 把所有的工... 把所有的工兵都拉出去 都拉出去之後 那個時間點要 然後HES決定傳一些兵在前面 然後把... 就直接把他家清掉 直接把後援 讓你沒辦法補後... 後面的一個兵了 這個我就比較納悶 如果他不是被迫 自己原本就想好 把農民拉出來的話 其實我剛剛有注意到 他以一個脫農來說 我覺得他農民的一個陣型 跟自己後面部隊陣型 沒有...沒有很...沒有跟上 對 整個的陣型的一個拉扯 沒有很好 而且其實這個時間點就很... 就是很有爭議 因為對方是雙... 如果只有具象 其實我覺得還可以 對 但是在有... 就是... 在有高一四樣五四的情況 反正那時間點真的太晚了 對 所以就被電了... 七零八落 然後只好打GG了 好的 馬上這個比賽開始了 馬上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 10點鐘方向的紅色 紅色從選手來自 遊翼閃電狼的SLED 他的對手呢 則是在畫面中 2點鐘方向的 藍色從選手來自 懷 Spider 的Fist 使用地圖是環形樂園 是一個三人點位的地圖 目前雙方是水平靜點 對... 這邊... 這張剃圖算是... 比較小的喔 不過兩邊都已經補王蟲了 目前看起來 雙方死人口都還在刷農喔 並沒有出現 早期狗池的一個徵兆 目前看起來 都沒有放招的情況底下 對... 對... 一個充足的招來說 大家如果有看昨天 這個AK打Check 是AK在... AK打Check打得不錯 昨天是2比1獲勝 還打贏Check 他其實就... AK應該算是... 抓對手這個動向抓得不錯 在一個ZBZ開局的博弈上 對...一個心理戰 目前看起來雙方至少都是 玩狗開或是裸雙了啦 差異博弈道很大 對...那等一下就看一下 有沒有要出去開礦喔 這一邊紅色的Stand 都是玩狗池的開局 兩邊都很小心喔 嗯... 15人口 就先把狗池放下來 這個... 風化石放下來 這個也是...其實之前一直常常提到的是 很穩的一個打法 這開局是最穩的啦 基本上對手的快攻幾乎都能守 就算是6D你都能守 對...那... 但是相較之下 當然裸雙的一個整體的經濟 再加上重開的一個鋪設 在初期的一個方法上來講 還是裸雙會來的... 就是如果在對方沒快攻的前提底下 裸雙又比玩狗開好一點點 如果你要講經濟的話 但是裸雙可能相對比較怕一些 八九十滴 對...一些快攻啊 那這邊的話兩邊都是放下了主堡之後 看起來瓦上都沒有要下 所以...兩邊都無瓦開嗎 今天看起來就是一個鏡像 非常類似的一個開局 喔...不過這邊... 皮蛇先補了4條...6條 6條耶... 6條有可能就是要繞過最方的王蟲 來去初期做一個騷擾喔 對...6條其實真的是蠻多的 對... 那你看... 實驗這邊才是比較常見的 在止補兩條 還是要做正常的雙礦的營運 不過這邊王蟲就看到啦 對...這個王蟲直接走進來啊 有點...有點帶走 他都不怕被後蟲吃氣球 對...不過這邊應該時間點抓得不錯 要趕快逃走 那這樣的話... 如果你搬這方出了6隻異化蟲的話 你可能異化蟲出門就要特別小心了 對...你甚至可能就要考慮 如果你覺得還是一定要做偵察 你是不是就拉個一隻像實驗這樣 或是乾脆就不要做偵察 對...乾脆手在家裡 對...乾脆手在家裡 我們來看這邊哪有 那家裡面看要不要再補個兩條 再補兩條 喔...卡住還不錯 但是可能會再二況... 試虐一下 咬蟹喔 不過還好...這個看一下 不知道進不去喔 其實還好啦... Feed這邊投資的資源也沒有很多 我覺得六條狗 這個也是... 等於是拿前期的... 可能要補... 工蟲的一個蟲物來換 但是... 雖然說沒有太大的效果 但這個損失也都還可以接受 對...在踢蟲樹的是Slam 那Feed這邊... 真的是沒下瓦斯喔 這是一個Wakai 嗯...到五分鐘 是還沒有放 對...後手已經補到 要補到四條了 的確喔... Wakai的一個後手數量是... 哇... 唉... 這一個不小心喔 他的狗有回頭 他想要去... 但是其實Slam也很細膩 想要拯救 對... Slam也要把自己的狗拉出來 拯救蟲大作戰 狗來了... 但是Slam也有狗 硬咬嗎 六打四啊 他在突破 其實... 好...要... 繞上去喔 繞上去嗎 可是這樣不見得... 看到獨包蟲草 不過因為還好 你稍微拖住之後 你最起碼家裡的狗蟲可以先補 對...那Slam的狗話通常... 對... 不過我還講 說好的狗蟲先補 他沒補 結果現在要卡人口卡一輩子 真的... Fist這樣卡人口卡一輩子 還要第二隻 還要第二隻啊 唉唷... Fist完... Fist的錢花不完很尷尬 對啊... 這人真的很好啊 對啊... 真的是... 真的人很好啊 再掉一隻隻 對...他補起來 然後又掉...又要補 補完又卡... 卡完又... 對... 補補卡卡... 對... 人生就這樣過了 對...我的人生就是補補卡卡 好啦... 那這樣被迫放第一次啦 只能防守啦 對...先來防守一下喔 那這邊的話... 升級狗蟲 唉唷...不過這家裡面也在升級狗蟲 實在應該意識到自己賺啦 點要往心往衝 對... 三礦嘛...三礦下來 他應該知道 因為對手一直沒出門 其實他應該是抓到對手 是一個... 吳阿開的一個開局 那針對吳阿開的這個開局 他選擇了... 開三礦 比較正確的應對 嗯... 那我們可以看到 實連夏中率先放下 也放了蟑螂繁殖場喔 唉唷...不過這邊 看起來這邊要轉 這邊...唉唷... 廢池這邊要轉的是一化蟲喔 這邊實連有沒有辦法偵查到 這邊路徑上的確是有一些王蟲 準備來看一下喔 一化蟲我們要進去看 因為...小狗移動速度非常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沒有第一次發現 當對方出門才發現 可能三礦就要掉 對...你可能包括三礦 甚至二礦的一個防守上的一個陣線 可能來不及擺開來 對...不過這個三礦位置算不錯喔 因為他選擇往下放 而不是往上放 嗯...往上放真的是太接近了 對...這當出門裡面 手可能都沒有手 不過手下面最好 最小當然還可以拉個陣型 你可以看到 Fist這邊是把架中毒口堵起來 所以其實... 實連在偵查上面 除非他自己看到大量狗出門 不然他其實也很厲害 這個王蟲 嗯... 有沒有機會看到... 唉唷... 唉唷... 不過我覺得... 這邊Fist應該打不下 我剛剛看到 施類這邊有在出毒爆 嗯... 他驅趕走之後 一畫龍直接上 但是蟑螂他... 出門應該有被看到 對... 哇...這個... 這一波其實要說很多也還好 也還好 而且應該是打不下來 來... 喔... 唉唷... 還好看到毒爆反應 看到這個就是要打不下來了 他應該是要直接退 還想照嗎... 想要拼操作嗎... 開拖一下對手時間齁 那這邊的話 如果被抓到蟑螂直接頂臉上 他幾乎是沒有機會的喔 欸...家裡面趕快出蟑螂 我Fist... 喔...這邊繞路 他選擇換...他選擇... 家裡面用蟑螂死守 毒爆直接上去 哇...很多毒爆啊... 哇...你這個要操作啊... 炸到軟... 頭部還有接狗 還有接狗... 還有接狗... 好... 剛剛大概瘦了四幾組吧 家裡面再用... 家裡面... 家裡面蟑螂來不來得及 真的啊 這個蟑螂會被打到一個換家 對... 這已經... 這應該已經要換家了 蟑螂出來 這邊Fist... 蟑螂的蟑螂能不能都刷出來 家裡面要守的話 蟑螂後面要補一化蟲喔 對 好...後蟲出來 工兵...已經死光了 Fist的農民死得很快 對... 15隻 不過雙方人口都掉很兇 雙方人口都掉很兇 雙方人口都掉很兇 補... 沒有補起來 這邊一個操作師傅 再補... 補... 補... 他還在空前線 對... 在空這裡 那這邊雙方晃完之後Fist的人口還是落後 這邊感覺Slam的農民是沒有... Slam的農民大概就死個7隻而已啊 所以工作單位差非常多的情況下 Slam下一步... 要反推... 但是這個工兵... 這個部隊量... 有點難打喔 好少喔 對... 很尷尬 Pist的這幾波的進攻還是沒有很理想 他沒有發現對方三礦嗎 好像沒有耶 這邊...三礦其實如果現在... 對...因為... 你如果過去三礦那邊鬧一下 有...現在看到 我這邊其實我覺得 實際上再撐一下 下一年一定突然其實很小 因為問題就不大 對...時間要守住問題不大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獨包蟲 再找硬化蟲炸 但是沒有炸到 這邊走上去之後 要穿了... 要穿了 不過這邊工兵拉出來 竟然沒有蟑螂啊 對...有...少量蟑螂... 不過這邊在拉扯... 雙方經濟還是有落差喔 如果這邊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舉殲滅之 那這樣的話... 再接一撥狗 再接一撥狗 兩邊都在接 好少喔... 這狗好少喔 對...這個部隊量很明顯就落差了 突然出來 經濟太差了 沒辦法 突然想要炸狗 但是炸不到雙方已經操作 雙方的人口已經差到十幾 這邊人口越拉越大 OK... 想炸... 沒炸到... 對...那就沒辦法了 實際的反應還是比較快 對... 這邊就是... 雙方部隊量 這邊... 我們還費時要打得拒絕 好的 恭喜實際 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獲勝 我們休息一下 待會兒馬上回來 好的...歡迎回到我們超級連勝的現場喔 那...這邊十年率先拿下一局 比賽獲勝的現場比較可惜喔 因為包括他幾次的獨爆交換 這邊其實剛剛還是出現一個失誤 剛剛沒有... 就是沒有... 因為他很緊張 沒有講得很清楚 就是炸到一個獨爆的繭 這實在是很難打 對... 那個第一波威力是最強大的 對... 結果第一波... 那個就... 結果就換... 就... 他大概送了四支獨爆 這邊可以再請收費幫忙分析一下 為什麼獨爆去炸獨爆的繭 是不划算的嗎 對...我們之前其實也有講過 因為你炸掉對方的獨爆錢 對方的錢會回來 對...對方的錢就會回收之後 你會看到每一個獨爆蟲 你把它炸掉 他會回收19塊錢 19塊瓦斯 但是... 但是你的獨爆就沒了 你的獨爆就沒了 對...他再變就好了 好的...那比賽開始 馬上為各位介紹一下點位 在畫面中 7點鐘方向的藍色充足選手 來自White Spider的Fist 他的對手呢 則是在5點鐘方向的 紅色充足選手 來自由於閃電的Slam 這是一個與雲位星戰的水平... 選擇進點 對...四人圖喔 那挑戰地圖是不是想到 然後來贏的 但也要猜得到對面在哪裡 對... 如果你不猜 就是要拉一隻公分去尋 對... 喔...這邊... 那這邊的話放下王蟲 那沒問題 那應該... 正常打了 對...正常打 最快也是雙框的爆狗 也沒有... 不太可能再放早期狗吃 有可能打... 就是... 對...十四滴提速狗 十四滴提速狗 但是如果被偵查到了 因為兩邊王蟲這個尋的位置是... 對...十四滴提速 然後可能藏一點狗 可能把狗藏在自己的腹框或是哪裡 然後... 一鼓作氣往前衝 對...如果能夠順利衝上斜坡 就是你的 那如果被偵查到兩隻紅 躲在門口 對...你就可以打GG了 那目前看起來好像都也還好 還是持續在補弄 對...都沒有喔...兩邊真是穩... 穩穩...穩穩的開 不到第十五次要裸霜了 好... 實在... 要裸霜... 要裸霜...裸外面 喔...很擔心 哇...裸外面啊 其實正常這張圖有一個內雙 那...放外面的好處 那你打其他種族 你放外面好處是你的蟲胎可以比較早撲出去 對... 但是因為蟲族內戰 你蟲胎比較早撲出去 其實對方的地緣部隊在你的蟲胎上還是加速的 對...不過你還是... 你在這個位置的話 蟲胎出去還有一個 就是你先把第一次下好 對... 先把第一次下好 那你鞋撥口用後蟲賭 那你如果要走五瓦開的話 先把這個二礦開下來 五瓦開你會... 你的三礦等於說在自己加碼 等於說你開三礦毫無壓力 對...不過但是這邊雙方都放瓦斯了 對...都放瓦斯了 那我們還是要看一下後面的一個選擇 因為Fist這邊的二礦則是放家裡 好... 兩邊開局很有默契喔 連兩場兩邊開局 我是不是這樣 上一回只是他也沒有瓦斯 那這一回兩邊都放個瓦斯 那上一場其實Fist... 我覺得Fist會說他... 當然是很多小細節累積而成 那上一場Fist有一個很虧的是 他被Slam點掉兩隻王蟲 對...我覺得那... 有一次其實你王蟲第一時間被打 你就要知道他應該死定 對...那... 在能夠拖住對方的時間底下 其實... 其實王蟲損失那一百塊真的不算什麼 關鍵是卡住的那個... 人...人口 會讓你瞬間的前往上走 你整個時間點會往後挪 對...一百塊你可能時間點不會往後挪 但是那個掉了 你要充滿做王蟲 這個... 蟹蟲這裡面真的是完全 真的就是時間就是今天 尤其是在初期ZVZ這種 兩邊真的是同種族 就是很緊湊的對決裡面 對...所以那兩隻王蟲掉的很可惜 因為... 異化蟲已經去爭取到時間了 但是還是在... 王蟲爆掉的瞬間 才發現卡人口才補王蟲 那這個就是我們常講的隱形失誤 對...就是... 不講你們可能還沒發現 這種就是我們偶爾還可以偷偷捧一下選手 這個... 真的還不錯 對... 明明就是這種奇怪的失誤很多 但是你卡人口又上角又出現紅字 我們很難... 還紅很久 我們很難幫你cover 對...很難就是... 對...讓人家說賽民不專業 對... 沒看到他卡人口 見紅還是不好 然後這個紅色其實只是單純的一個 聖誕節的一個... 所以要慶祝活動 對...要跨年的一個慶祝活動 對... 每一次都會變紅色 然後不要想太多 那為什麼另外一家也沒變成 對... 另外一家沒有打算去跨年 對... 單身不跨年 對... 好...那這邊雙方都放獨爆 通常Slam是先放的 看一下是不是防射型的獨爆 還是... 進攻的獨爆 對... 這邊的話... 兩邊都放了喔 提出的時間點兩位 感覺這個都差不多 但是Slam已經先藏好兩隻 Stand by 對...這兩隻待會兒變就直接... 會不會... 直接叫... 炸個四五隻掉 不過這邊Fist也在爆狗了 對... 他沒有要變 忍不住啊 忍不住啊 他覺得偵察情報比較重要 對... 他覺得Fist不會出現這種失誤 然後進來繞一下 進來看 確定一下你爆狗的一個骰子 對喔...看到... 看到一話種出來這樣 錯啊... 然後看看第四星下再繞 實在這是防守型的啊 在裡面變了兩隻乳光 對...還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瓦斯場 都看光 好... 對...兩隻乳光 活了非常的久 那... Fist加裝也放了蟑螂繁殖場 雖然捕了一點狗 不過感覺是... 防守跟偵察用的 對...這個... 在三框好開的情況底下 走飛躺的機率會低非常非常多 所以... 這邊我覺得... 機率比較高的還是... 應該會走... 應該會走蟑螂... 比較高很多 這一邊... Slam率先提二本 Slam率還沒有放蟑螂繁殖場 對... 放了... 對... 二本的漢蟑螂繁殖場 要差不多喔 這樣... 在二本的公司升級提數 二本好的公司升級提數 那... 這樣子的話... 的確就比較有機會看到... 這爆蟑螂... 這個爆蟑螂的時間點很早喔 後面停在32 這一波是不是要往前頂 應該是要頂喔 對... 八隻其實滿多 他後面可能還會再接 對... 拉出來了... 他已經把人口拉出來了 我們看到補了11隻的蟑螂 還有5人口 後面就可以補一化蟲 去前線變毒暴 而且Fish不斷的在壓制 十分的視野 想辦法拖讓對方近晚的 才會看到這個蟑螂 這邊... 但是這個人口 這個蟑螂不帶提數 而且重點是你去進攻方 對方在家裡面補兵 是有一個主場優勢喔 對...而且最主要是 對方王蟲就在門口 唉唷... 唉唷... 我覺得Fish這個細節做得滿到位的 這王蟲就在門口 你還是一出門就被看到 這個...還不走嗎 對面... 對面已經... 對... 時間點晚有點多囉 這個時間點有點太晚囉 獨包變前線 蟑螂往前走 這個打過去剛好 對面有蟑螂伸出來啊 對面蟑螂要出來了 對面蟑螂要出來了 溜過來 人口數一個持平的情況下 進攻方要打下來很難 很難喔 而且是沒有攻防的一個蟑螂 要來往前走 獨包往... 獨包跟上 獨包跟上這一波應該打不起來 很難... 很難 對... 有夠難 他還... 是不是還想轉後面那幾隻獨包 來... 來... 散開 待會兒我們看看蟑螂的數量 蟑螂的數量其實是差不多的喔 對 而且防守方還有地刺啊 14比16 這邊還領先一下 哇 站得很漂亮 硬是把地刺撞掉 但是對方還有一根地刺 這波狗看有沒有辦法效果 有沒有辦法把獨包換掉 好好把獨包換掉 再往前頂 第四... 第四又先點掉 第四又先點掉 這邊狗的數量沒有滿很多 好 第四點掉 有 身體還可以 身體還可以 後面的玉花蟲呢 玉花蟲呢 有 再來 又來一點 有 玉花蟲又跟上了 人都要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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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拖 身體再拖的話 一攻要好了 提速好 那一攻還有陣子 一攻好 一攻... 一攻海藻 對 再來 又一波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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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真的是防守 不過這邊後頭被點掉 只會在實驗的重擺 不知道會不會開始 對 不過我們要看人口出現落差 提速完成了 這波走不掉了 還是不行了 對 反而要被提出 要被盤打了 要被盤打了 人生要陷入窘境 這邊開始整體二本 看起來就是... 看起來就是... 尷尬 不要這樣子 你等我生二本嘛 對 先等一下吧 有種等兩百人口再對決 你等我大龍出來再打啊 有種就兩百人再跟我對打 對 剛剛這個只是過去看看你家 沒有要幹嘛 對 所以悟愁了 上來上來 來 點掉 可是這科技落後 其實Fist應該不敢出門 對 Fist就沒辦法 他只能在這邊把盛情攤開 死守高地看有沒有機會 那這邊的話 我看Slay把三框放下來 其實這個也很尷尬 對於Fist來說也很尷尬 因為他站在這邊 就表示追方上不來 那他也下不去 但他三框看不出來 對 他也下不去 對 完了 對 其實他整個 我覺得他蟑螂進攻時間 也可以再更早一些 如果真的要這樣打的話 對 他的這個時間點 我覺得是稍晚了 這一回合真的是太晚了 那這邊現在要把蟑螂補 弓面雖然差了17隻 對 50比33 34 慢慢再補 雙方的蟑螂的數量 26比23 還可以接受 陣型攤開的情況底下 Fist還是能打 那Slan這邊也持續在追工坊 投的時間 這個農民雖然領先的蠻多的 領先的15隻 而且現在這邊 站在這邊 就等於你真的就是也下不去 那你也下不去 Slan就 好沒關係 反正我知道我經濟大優 對啊 滿滿三框跟你耗 對 我跟你耗 反正遲早 我一定先200嘛 我200來跟你打會戰 不急啊 其實我看也不用到200 這個大概170 180 這Piece很難頂住 到底 這到底 Fist該怎麼辦 死守 死守 一個二死流 死守 還把死守拆開 死守拆開 死守拆掉就是為了讓自己方便下去 好 到人 直接逃走 守不了我想開礦啊 對可惡 有種沒有跑 有種下來單挑 PK 有種下來1打5嘛 對 我55你1 輪流 衝啊 沒有以前扣弱 差有點大 哇 可是Piece這樣一直追追追 記得不要太衝啊 不然 好 對不起 不然打到一半 他攻防還是輸的 現在攻防還是輸 對還是輸 因為Piece一攻還沒好 那時間的二攻也即將 我被陸狂奔 救命啊 我看這邊一攻快好了 我只是假裝要打你的 你不要認真 一攻好 我們看180 人口差了50 哇 這麼大 來 有 一攻好了 兩邊都一攻 都一攻的情況下 Piece了 陣型殘胎 你的就是助力亞看機器了 反正這個陣型感覺 SLAINE比較好 對 看起來 不過其實也不是這個沒辦法 因為他的缺量就這麼少 對 沒辦法 就是只能被包起來打 包起來A 隨時可能要崩盤 隨時要崩盤 必須要打 好的 恭喜SLAINE又拿下 第二場比賽的獲勝 目前是2比0 最後拿下今天比賽獲勝 我們先休息一下待會馬上回來 好的 各位歡迎回到超級聯賽 星海JUMBA2項目的比賽 那其實今天的兩場比賽都結束了 那一樣是請收費為我們分析一下 因為其實剛剛SLAINE對上Piece了 其實Piece的兩場比賽都輸了 那其實兩邊看起來Piece都是進攻方 所以其實對 到底是為什麼會兩場比賽 我是戰術的一個選擇 他兩場都選擇打一個前壓 那當然第一回合剛剛已經講過了 獨爆去炸 沒有完成了獨爆 可是當然是敗筆 對 那再來第二回合 我覺得整個的時間點晚的有點多 那選擇這張地圖 因為第一回合輸了 所以第二張地圖其實是他選的 但選了張地圖 他卻選這個戰術讓我有點不解 因為雲衛戰其實算是一張 比較遠的圖了 對 那又很容易被對方擺王蟲看光光 對 因為那張地圖本來就不容易 去親對方的王蟲 那是地圖的向性 地圖本身的問題 那你去那張地圖選擇蟑螂的前壓 蟑螂前壓最怕的就是 你一出門就被看到 對 那你要選擇蟑螂一出門 就被看到 然後對方就是一個綁手 而且雲衛戰這張地圖 真的很少選手會選擇飛躺 除非你前期有優勢 因為這張地圖三框太好開的情況底下 幾乎所有選擇有氣勤車就走蟑螂 那你走這個 那你選擇蟑螂獨爆狗的一個前壓 基本上就是打出飛躺的這個timing 那你剛好打到蟑螂的這個timing 對方蟑螂在家裡面 對 整個是他感覺還是戰術跟地圖 整個視性沒有很好 對 我覺得整個視性 他當然有時候選手會有一種心理戰 他覺得你覺得我不可能這樣打 我就這樣子打 對 但是還是要考量到一個點 就是張地圖真的不是很適合這個戰術 很容易被發現 因為其實當你走蟑螂獨爆 遇到對方出蟑螂 那對方又有優勢 二況直接就原本去開樓下的情況底下 其實那個稍微陣型拉開 第四後面輸出 後衝可能還補個血之類 其實守住是蠻輕鬆 我們剛剛看起來有點驚險 但其實我是覺得那一波要手 其實並不難 嗯 馬上就是一個嘴巴 要是我就被打穿了 如果是你 如果是我 單手就守住 對 如果是我 我都這樣玩訓 我都這樣子練 還是左手 還是死 舌頭 舌頭 要跟我有舌頭玩 算你厲害 好啦 那這樣的話 這邊還是希望Fiss 包括Fiss跟前面的Husky 可以在一些小細節的部分 再處理得更好一點 對 尤其是Husky這位選手 畢竟是新秀選手 我覺得整體來講 今天的表演第一回合就算了 因為是被放招打死了 對 都尋過了 只不過沒尋到那個點嘛 有點運氣不好 但是第二個回合 我就覺得 那個時間點整個又是很奇怪 就是 人口180 感覺一個 感覺一個經濟要起飛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時間點 所有國民拿出去自爆 然後你覺得 嗯 怎麼就結束了 對 我已經想說 小野都買好 準備要看精采的大會戰 結果 結果衝過去就一波爆 就一波帶走了 對 我還是期待說 他今天不知道怎麼多打幾波這樣 對 好的 那我們來進行一下明日預告 在12月28號的部分 明天 也就是明天我們SF1會帶來 Newman對上CZS的一個對決 在新凱真發熱的項目 Daisy會對上Check 而Ring會對上Cheetos 所以明天的一個比賽 請大家準時收看 今天的主播Jotman 也謝謝我們的專業賽兵SF1 謝謝Jotman 那我們就明天準時見囉 晚安 拜拜 好